大家好,我是屈然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最近这几天,看到各大社交平台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那就是全国都在咽喉言 不少网友还纷纷留言 说是这段时间总是感觉嗓子干,喉咙疼 办公室更是咳嗽声不断 再加上这几天是中秋国期假期 人口流动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 那什么是咽喉言 咽喉言通常是因为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引起的落不及时治疗 就会形成慢性咽喉言 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干扬,咳嗽,有痰,咳不出 喉咙有异物感,恶心,肝呕 吞咽困难,喉咙疼痛,骚痒等各种症状 要是遇上情况比较严重的 还有可能会产生全身胃寒,发热,喉咙肿脏 呼吸困难等各种反应 那喉咙肿痛怎么办 很多人建议口服止痛药 或者适当吃一点冰的东西 不能就是多喝水 吃一点缓解散致疼的乱喉糖 以上这些方法除了口服止痛药 其他都是只能暂时缓解 等过了一定的时间 一脸还是会嗓子疼 虽然说口服止痛药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毕竟是要三分毒 这里还是建议在症状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建议坚持喝一周它,解决烟痛不遭罪 十个人有九个人没有试过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15克海底椰 海底椰并非生于海底 而是中格科植物,别名海椰子,副椰子 在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特别是对于秋天经常咳嗽有非常好的止咳效果 海底椰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润肺止咳 海底椰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对于患有咳嗽症状的人群来说是一个良药 尤其是对肺热酒咳,痰中带血以及 劳热咳血有着相当不错的疗效 第二,清热除灶 海底椰性寒胃干 有清热除灶的作用 可用于热病后,余热未清,虚防不安,精神煩躁等症 第三,滋阴补肾 海底椰是一款男女皆宜的滋补食材 不仅果肉细白,美味口渴 还能滋阴补肾 对于阴虚朝热倒汗,热肾三斤有效 因此作为热肠保健是非常不错 第四,美龙养颜 因为海底椰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纤维素 可以帮助清热排毒 也能达到润服美龙的效果 第五,强生液体 由于海底椰的氨基酸成分比较丰富 种类高达18种 其中五氨酸、金氨酸以及天东门氨酸起到均衡异补 强生健体的作用 海底椰洗干净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 准备一小把玉竹 玉竹有益于消化系统 玉竹含有丰富的粘液质、多糖等物质 可以刺激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 改善胃肠到基石 胀气等问题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从而减少胃部不适和胃肠疾病的发生 第二,玉竹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 玉竹含有丰富的多糖、蛋白质 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对于炎症、感冒等肠戒疾病 有良好的防治作用 同时,玉竹还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及时清除体内垃圾 保持身体健康 第三,玉竹能够降低血糖和胆固醇 玉竹中的多糖和膳食纤维 可以减缓肠胃对糖分的吸收 从而降低血糖水平 同时,玉竹又含有比较多的 皂肝类物质 可以将胆固醇分解成无害的代谢产物 降低人体内胆固醇水平 从而减轻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第四,玉竹还能够质润皮肤 玉竹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质等物质 可以让皮肤更加润泽 延缓皮肤衰老 同时,玉竹中的维生素1等成分 还可以减少皮肤色素成酌 淡化色斑保持皮肤的健康和光泽 玉竹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麦冬 麦冬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药材之一 首先,麦冬是具有知音补肺的功效 由于我们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 环境污染严重等因素 导致很多人肺部干燥、咳嗽、声音、嘶哑等问题 麦冬中的麦冬、皂肝等物质 可以促进人体肺部的分泌 从来缓解这些症状 其次,麦冬具有抗炎的作用 在中医理论中 麦冬被认为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 具有明显的抗炎效果 研究发现,麦冬中的麦冬、皂肝等物质 可以抑制炎症反应 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 从来减轻炎症反应 麦冬放入水里 清洗干净空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雪梨 雪梨是秋天的丰收季节 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对我们的身体有不少的好处 第一,雪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增强身体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常见疾病 第二,雪梨富含纤维素 具有良好的清热生机的作用 有助于清除体内毒素 改善便秘问题 第三,雪梨还具有正壳化痰的功效 对于慢性咳嗽和支气管炎 有着良好的疗效 第四,雪梨含有天然的果胶 可以调节胃肠蠕动 缓解胃生倒流 对于胃痛消化不良 也是有着良好显著的缓解作用 雪梨清洗干净 切成小块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沉浸水 按花茶键煮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非常感谢 20分钟之后加入一块冰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 就可以直接倒出来杯子里饮用 别看这一份烫水 虽然简单 使用到的食材 也只有雪梨 玉竹 麦冬 海底椰 喝起来可以乱炸消风 症壳直喘 清晰降火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